欢迎您来到备演会客室 我是刘萍 今天的节目仍然跟财经一点通 Daisy主持人我们一起来主持 我们很荣幸仍然邀请到 最著名的芭蕾舞蹈家 史中奇老师来到我们节目当中 他在上一集跟我们分享了 他的舞蹈人生非常的精彩 在今天我们特别要请他来谈一谈 成人芭蕾舞 那我请Daisy你也讲讲话 因为你是史老师最钟爱的学生 非常热心在学 那你也来谈起去吧 好 大家好 非常欢迎大家来到我们这个 备演会客室和财经点通的联合节目 我们财经点通也是特别推出了 系列的生活话题 那么今天的这个又有艺术又有健康 健康现在是number one 但是呢就是在寻求健康之路的过程当中 特别是在运动的途径过程当中呢 也是摸索了很不同的途径 我本人也是学过打过各种球啊 然后学过也跳过民族舞 那么最后我就现在落脚在成人芭蕾 那我们还是首先把我们的主角 我们的芭蕾舞老师 好 石老师请出来 谢谢 谢谢刘萍 谢谢Daisy 就把这样一个机会向大家介绍 介绍我们成人芭蕾 这个成人芭蕾 其实要说起来 它是有蛮长的历史了 就是说最近几年呢 就更加火红起来 这也是根据 跟着我们就大的环境有关系 大的环境呢 是人们越来越注重健康 那么经过很多的比较 就是说你既要健康 又不要受伤 又不要太过 那么你要选择一个 比较中性的 比较好 这样的就是很多人的慢慢眼光 就集中到芭蕾上上来 因为芭蕾 它是有一个非常科学的训练的方法 它从慢到快 从低烈度的到中烈度到高强度的 所以它都有一个过程 包括一整套的把干训练 它都是很基础的 从很小的 然后到中间 它都有一个很大的过程 那么它对 等于是它把你的腿部的肌肉 特别是腿 腿部的肌肉 把你分开来练 我们都知道 人老先老腿 你腿的力量一没有了 那么你其他东西都会很快地卸下来 我呢 因为是已经到今年到76岁了 所以我呢 因为自己它有很多体会 所以我就觉得成年人学芭蕾 它其实有很多的好处 那么我自己就是一个sample 我就把我自己的体会 在教学当中 在平时的言谈过程当中 告诉我们的成年人学生 八年前吧 八年前我从一个公司退休了 本来我是在业余时间教芭蕾 教舞蹈 然后呢 一到五呢 我是在一个服装公司 做他们的manager 就是我们这边有一个服装公司叫Jill 我在他们那边做一个overseas manager 就是大家看我的书就知道 我很喜欢 从小就喜欢做服装 所以这是一个很自然的 这样我就做了一个服装了 然后呢 我是 从那个时候 退休以后 我就是把这个全部服装就是不管了 专门的研究 我们怎么来把那个芭蕾教好 教成年人 因为开始的时候 我还教一部分孩子 因为教孩子的 就是通常有不同的轨道 那么我后来呢 我就觉得我还是应该把 那个我的主要的注意力 把它放在那个教成年人 所以后来呢 我就是完全是concentrate 主要是教成年人 成年人 芭蕾 他我刚才说过 他并不是从今天开始 我88年来到美国 现在已经34年了 我88年来美国的时候 我就开始教成年舞 成年人 不过那时候就不是 不是很 很那个就是说每天都教 来教的时候 我就我就发现 很多成年人 他们对于学舞蹈 当时我教的时候呢 各种都教 也教芭蕾 也教那个Bottom Dancing 还教中国民族民间舞 我都教 但是我发现最后 你教一个节目 他们今天去演了 不错 但是对你的身体的身体的好处 就像我前面一集 我们讲到的 他他他会带来不同的 不同的感受 或者给你制造不同的基础 那芭蕾呢 我就我是通过那么多年的实践 我就是他给你一个很重要的基础 当你在学习艺术的时候 他的健康随着你的艺术而来 所以你不用刻意的去说 哎呦我再去训练健康 你不用 你只要好好的学 你的健康就随之而来 多年前吧 我写过一篇文章 就是说把芭蕾跟那个瑜伽 跟跑步 跟那个武术 做了一个很详细的比较 我为什么要做这个比较呢 因为我们很多 我的 现在我的课堂里 有很多是以前教瑜伽的 瑜伽老师 还有一些曾经学过武术的 还教过武术的 当然还是学民族舞 民间舞的学过的 那就多了去了 他们来了以后 学了以后 都有一个很重要的感觉 就是说芭蕾的这种的系统 它的确对你整个身体的 这个特别是腿部 非常有强健的好处 比如说我说一个 所以举个例子 比如说你练那个瑜伽的 练瑜伽的从膝盖以下 一直到你的前脚掌 你这个里面 它几乎训练的很少 它主要是在胯跟腰之间 这么掰来掰去 掰来掰去 把这个去错开 然后把这个腿压松 它主要是在这 这个呢 芭蕾里里面有吗 有 需要不需要 也需要 它只是一个芭蕾里里面 很 就是说前面我们活动的时候 都有这个动作 就把腿拉开 把腰弄得比较松实一点 它瑜伽呢 就把这一部分 把它全部拓展 拓展成一个 一个小时的课 半个小时的课 非常枯燥 没有音乐 而且关键的关键 它膝盖以下 一直到脚趾头 这一部分的肌肉 它几乎没有训练 而我们知道 要一个人的平衡 最很重要的 就是膝盖以下 这小腿脚腕 这是在保持 你身体平衡的 一个很重要 很重要的一个部分 但是瑜伽 恰恰是在这一部分 疏忽了 还有很重要的一点 它没有 它在整个训练过程中 它没有音乐伴奏 音乐是我们 艺术 艺术最主要的是 一个音乐的灵魂 你没有音乐的 那就不叫艺术了 它只是一个 强度的训练 我知道很多 学瑜伽的 结果它没有循序渐进 所以把腿弄伤了 手腰弄伤了 比比皆是 这些当然 它是训练过程中 它就是说你 因为没有循序渐进 所以它是不可避免的 就如果好的瑜伽老师 他会让你慢慢慢慢去 我是说的这个个别的现象 当然舞蹈也有很多 很多受伤的 我自己就受过伤 我开刀 开过刀 这个是 就比较特别的 我就是说 整个比较 还有一个 还有一个 比如说 武术 也不错 我的学生里面就以前有学太极拳的 教太极拳的 太极拳也不错 对身体也有好处 但是你知道 太极拳它有一个很重要的 就是跟把力比较 它有很重要的缺点 它也是没有音乐 而且一辈子 它只是学了一套 或者你多一点两套三套 它两套 它对大脑的训练 它就差很多 另外它没有音乐 它现在有的时候 有的太极拳它有音乐 但是它这种音乐 是背景音乐 与动作本身 没有任何关系 你放这个音乐 你可以做那个动作 可以做这个动作 可以抬腿 可以的 它跟那个动作本身 没有任何关系 芭蕾不同 芭蕾所有的动作 都是在音乐当中完成 就一定要合音乐 而且芭蕾很重要的时候 不断地让你脑子 要在动脑子 当你进入教室的那一刹那棋 你就没有办法奋心 想别的东西 你要想别的东西 你根本跟不上 如果你学太极拳 就不同 我一套太极拳学下来 我在打的时候 我脑子可以想别的东西 动作一分 都不会错的 这是因为已经成了一个习惯了 这样其实对你的脑子好处没有 一点没有 还有一个很重要的 就是芭蕾到中间 特别是学集体舞的时候 它要知道你的方位 你要感觉到边上有人 如果在三个人中间 你怎么能让你自己 在两个人的中间保持非常平衡 你就是眼镜看前面 但是你的余光 你还要注意左右 这个时候你就是说 对你的大脑训练 场地的感觉 场感的训练 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瑜伽 根本不用谈 太极拳 也没有 所以这两个东西就 就完全不一样 比如说 好 我们说再由爬山 走路 爬山走路都很好 身体训练都很好 但是你知道爬山 比如说 走路 它是一个 就是说 比如说我今天要走多少mile 你走 走了三个mile 你还得往回走三个mile 就是强迫 强迫症 到时间你就没法停下来 你哪怕受伤 你得坚持下去 不然谁给你抬回去 舞蹈在教室里不同 如果你确实 今天说吧 你可以轻点 动作可以不要做到家 或者是 整个你还是在那个 整个感觉 所以它没有这种强迫 所以相对来说 它受伤非常非常少 我刚才讲到前面 就是说 把雷因为它的训练的 东西不一样 它跟你整个从脚直到 然后我们就很多半脚尖 很多半脚尖的 有肌肉的训练 那它跟其他的都不一样 肌肉训练的时候 我们都知道 因为我们身上有很多肌肉 特别是腿部的肌肉 有各种各样的肌肉 它是控制平衡 控制各种控制的 所以我在课堂里 我特别有一个叫 我们叫阿达九 就是控制 实际上我就是在 有意识训练它们平衡 将来它们到我这个年龄 或者比我再更大一点的时候 它们就知道 它们的好处 就是从那个时候来的 因为你在这时候 你的每一块肌肉都受到了良好的训练 如果你在外面碰到一个什么东西 你想一个猎鹊 你就不会摔倒 我们这个前一阵有一个老师 一个学生 年龄比我大 比我大一点 因为是童年的 他说他过去 上一次他说出去 跟他先生出去散步 突然前面碰到一个东西 他说半了一下 半了一下 他说他几个派部出去以后 居然没有摔倒 他说我很惊讶 然后他说我可能就是因为 在训练芭蕾的时候 这个他肌肉反应有了 所以大脑他就是把你的 所受到的影响 他立刻反应到大脑 大脑马上指挥他 指挥他这个肌肉去运动 这样他就控制住了 如果你没有受到这个训练 大脑受到你的信息 他没有办法控制你 你还得摔倒 所以这个就是我们在平时 如果你经常这样训练的话 你就不一样 比如说你看像这样 看我们这些肌肉 他这些肌肉 我们平时如果是紧紧走路的话 他前面这些肌肉 他没有训练 因为你的鞋子很硬 他前面这一块 从这个脚趾头这一块肌肉 他根本训练不到 这个芭蕾舞课不一样 他每一个训练 半脚尖 他每一块肌肉 从这个每一块肌肉 他都要都要让你控制起来 找到平衡 这样他就在你的不知不觉中 你受到了锻炼 所以所以你当你年龄见长 或者到时候 他的下面的反应都还在 如果你经常训练他 他就退化 就相对来说非常非常慢 我们再看看上面一张 都是这样 你看他后面这些肌肉 如果你是穿球鞋的话 你们可以看到 他球鞋那前面一端 他根本训练不到的 他是他完全没有的 而我们的舞蹈 学舞蹈他就不一样 他半脚尖我们特别多 对我们前面脚趾头这些肌肉 他的训练就非常非常有用 而且恰恰是这些肌肉 才是你保持平衡 维调 需要维调的时候 它才起作用 所以我们就是说 大腿小腿 他有很多的大块肌肉 还有小的肌肉 就像那个 我们我有的是 那次我讲课的时候 我说到 一个你的火箭就往前直飞 你只会直飞 但是他要调整方向怎么样 他要靠小的小的东西来调整 小的马铁这边吹点气 那边吹点气 然后他的箭头会 会会会变成另外一个方向 这个我们这个 这个就我们站立的平衡 他也是一样的 你这个站立的时候 没有其他 如果地球不动 你也你也不动 那么站着很稳 但地球都在运动 你不需必须要不断的调整 然后你还有各种各样的 其他情况 所以你的肌肉要随着外界的反应 反映到你的大脑里来 然后你大脑指挥你的肌肉 去被它控制住 所以我觉得芭蕾 它能起到这样一个 很重要的作用 对我来说 我就自己就 我们有很多同学 很多同学都是给我讲 讲了他们的分享 就是刚才我说的 那个我们一个年龄最长的 他说他摔着去 没有什么 所以我觉得芭蕾 它有这样的一个好处 对我们的身体起的作用 那是其他所有的舞蹈当中 它没有办法比较的 包括瑜伽 什么其他的一些太极拳 它都不一样 瑜伽也好 太极拳也好 都有好处 你只要动起来都有好处 但是两者相比 它有更加的好处 所以我是这样的理解的 也就是说呢 你在花同样的时间 同样花了半个小时 或者一个小时 就是你芭蕾训练以后呢 让我们的身体各方面的机能 这个身体素质 更能够得到一个更加的状态 特别是 其实就是石老师 我作为石老师的学生 其实有我们的同学 也有很多的共识 特别是石老师 给我们design的这些课程 我们很多的同学呢 其实都是从零开始的 就是没有任何 还不用说童子宫了 就是可能连之前都没有任何的舞蹈的基础的情况下 我们能够循序渐进的能够掌握 而且从中呢 并没有感觉到很苦哈哈的这种感觉 因为我们有两个班 有一个初级班 有一个中级班 而且呢 我就发现石老师 他拿就是对我们成人特别了解 就是我们这一套动作呢 刚刚掌握了 还没有boring 还没有感 做把肝训练 同样的动作做了一段时间 还没有感觉到boring 他就给我们做了v条 也是v条 也不让我们说一下子把整个动作全换了 然后又掌握不了了 他的调整都是慢慢的 然后呢 让我们有一个新鲜的感 然后又有一个新的尝试 包括音乐 刚才是说的 音乐其实他也是隔一段时间 又换了一套音乐 而且让我们不但在这个学艺的过程中锻炼了身体 其实呢 我们还真的掌握了很多 这个艺术方面的 不但是这个上一集 实际上是给我们讲了这个芭蕾的这个国际 这个欧洲的这种艺术氛围带来的影响 还有呢 就是我们在音乐欣赏方面 特别大家都平常书也有专攻非常忙啊 就是没有根本没有时间去去掌握这些 那我们就是透过这个芭蕾的这个课啊 我们知道懂得了好多的这个经典的这个名曲 所以说这个是非常有感触啊 那么我们看看刘萍你有什么样的问题 嗯 对听史老师这样分享真的很棒啊 在美好的音乐旋律当中啊 来舞出芭蕾啊 是全身肌肉伸展的一个运动啊 那的确这几年呢 好像成人芭蕾呢成为一个趋势啊 那我们想到成年成年人 我不晓这个界定是什么 30岁40岁还是50岁啊 对我来说呢 哇很有挑战的 我就会想到哇我这个年纪啊 我要来学芭蕾 我的这个柔软度也不够 我的筋骨也很硬了 甚至我都觉得我是不是要先减肥 再来学芭蕾啊 我不晓得史老师 你也给我们来做一点科普啊 给我们打打气啊成年人 到底我们学芭蕾啊 我们在心理上又怎么样挑事 会面临怎么样一个困难呢 好的好的 那个谢谢啊那个刘萍 还有特别谢谢那个Daisy啊 Daisy的介绍 因为她自己在我的课堂里 所以她的她的体会很那个深 然后那个刘萍问的问题 其实蛮重要的 成人芭蕾跟普通的孩子芭蕾 其实界定就很简单 你在你孩子的时候 你没有学过芭蕾 我们讲就是说成人芭蕾 就是说你年轻时候 没有学过芭蕾 你要开始学了 你只要是已经停止发育了 这就你开始学芭蕾 这就就是成人芭蕾 就没有其他的 就是说比如说我们通常 我们那个女同胞们 大概20岁左右 这个发育就停止了 难得又更时间更早一点 就是你到了这以后 你学芭蕾都是 但是我们通常这些 这她不会来学这个 因为必须她有一个 她自己要工作要学习 结婚升职她很忙 通常我们会大概在40岁以后 这样的人就逐渐多起来了 最多的时候是50岁到60岁 然后她家庭都已经很稳定了 生活条件也很好了 所以我的现在学生当中 这样的年龄是最多的 最多的 所以我的主要的目标 或者是研究的对象也是他们 那么在就像您刚才说的 就是在芭蕾里面 它有一个很多 就是说著名的经典 我在教的时候 我就是要每一堂课 或者是每一段时间 都会介绍一个经典 到我们课堂里来 然后呢 这个音乐是经典音乐 我是根据我们学生 不同的条件 舞蹈做一些相应的调整 但是音乐你一听 还是这个音乐 比如说胡桃夹子里面的 天鹅湖里面的 还有甚至还有其他的著名的 芭蕾舞剧里面的 我都会把这些音乐拿过来 然后呢 我们做一些调整 给大家训练 所以你在训练中 你在训练中 你虽然是在练习芭蕾 但是你实际上 已经把那个世界经典 你都已经在你的脑子里 脑子里留下了世界经典的音乐 然后今后如果你到任何地方 你听见这个音乐了 看到他们表演了 甚至你跑到剧场里 看他们 你一看 这个施老师在这儿教过我们 也是用的这一段音乐 我们的演绎不同 年纪大的学芭蕾 它有没有什么限制 在我的经验里面 是好 没有任何限制 只要你还能动 只要你还能听 你就可以学习芭蕾 芭蕾并不是唯一的 只有足尖 芭蕾有很多 我们有平脚的 半脚尖的 然后呢 它主要是腿部的训练 我刚才在前面就讲了 就是当一个人年纪大了以后 他老得最快的 就是两头伤腿 人老先老腿 其他地方你还是蛮强壮 特别是我们上身 经常劳动 什么手的握力 是减少的最慢的 因为你不断的劳动 所以你到了很多 我们年龄大的 你看七八岁 八九十岁 他的握力还是很大 但是他腿力已经没有了 甚至有些人坐在轮椅上 轮椅上 他坐在轮椅上 并不是他因为受伤 他是因为年龄大了 他那个肌肉 他不行了 他坐在轮椅上 但他的手的握力还很大 所以这个就是说 给我们一个启示 就是用劲 废退 你用了 他会前进 你废掉了 他就退步了 那么你腿部力量 如果你经常不锻炼 或者是某一块肌肉 你不锻炼 你根本不去想它 那么以后 以后你这块肌肉 就会退化 你要想使唤它的时候 对不起 他不听你使唤了 所以你看 我刚才讲到的 瑜伽也好 跑步也好 他都有 他都有这个问题 太极拳的 他有某些部分 他根本锻炼不到的 锻炼不到的 你到时间 你需要的时候 你使唤它的时候 对不起 他没有反应了 他那时候功能已经失去了 所以 我觉得成人柏类里面 就两个要义 一个要义 就是说 你通过柏类学习 把你的腿部 腿部各块肌肉 全部给我练习 这样当你在需要的时候 你会有反应 会给你提供帮助 我们以前有个 我们在有一次聚会的时候 我举个例子 我们以前有聚会的时候 一个叫于秋 于秋的我的学生 他训练芭蕾以后 他觉得反应很快 他有一次 在我们这个很普通的 上班有一个葡萄酒 他一碰 桌子翻了 他和那个葡萄酒 如果下去的话 下面是白的 他结果一下子过去 他能把 他能把那个葡萄酒抓住 桌子翻掉 他自己能站住 还是抬了个后腿 这个就是一种 很快速的反应 如果他没有这种 芭蕾训练 对不起 他桌子也翻了 葡萄酒也打了 他可能自己也摔倒了 所以这种反应 他并不是要刻意 我平时有什么训练 没有的 他因为 当时因为你的肌肉反应 受你大脑的控制 所以我们这个 成年人芭蕾训练 就是两个 一个就是说 你的肌肉全部得到训练 还有一个 就是你在你训练当中 你虽然健康不是主要的 健康你已经获得了 它是随着过来的 你欣赏到了艺术 艺术在我们 这个整个人生的生活里面 它是其实是占很重要的一部分 让我们那个听过很多大师的讲法 你比如说你家里布置 你都要布置得好看一点 好看什么 艺术 你出去 你得打扮得好看一点 什么 你为什么你不能穿平衫 它也是好看 比如我们今天 我们那个 Daisy穿得多漂亮 你看看 对不对 这都是艺术 所以讲艺术是我们生命当中 一个唯一的 一个最最重要的一个部分 那么你在学习芭蕾的时候 你就学习到很多顶级的艺术 包括其实我们中国民族民间舞 它也是一个很重要的古典 重要的艺术 特别是我们现在很多舞蹈 它是不是用古代的汉代的那些服装 很漂亮 这个就是长袖子 扇子 各种各样 也是一种 也是一种很好的艺术 中国艺术 它唯一比较缺乏的呢 就是说 它的系统性不够 不像那个 芭蕾呢 它一开始 问世的时候 它就是从系统上走 就是说 我在上课的时候 我都说 比如你学音乐 你12个音阶 短来没发骚扰戏 它就包括半音 它12个音阶 你只要把12个音阶全学好 然后分成高低不同 节奏不同 你就是一组音乐 它芭蕾它也是这样 它每一个细小的动作 它都是单独可以拿出来 就是说 比如说你弹圆圆 你到现在课堂里来练 它也是这些动作 它只是不同的组合 长短不同 它做的比你好 它做的比你舒展 比你好看 但是它的动作本身 它是一个动作 就像唱歌一样 你倒了 张三唱是这样 李四唱也是这样 但我们中国舞 它就有这个问题 不过现在已经在 逐渐在往这个方向发展 就是说 它有一个系统化 标准化 中国民族民间舞 它一个标准化 因为它就是各种民族 它不一样 但是它一个古典舞 它就是逐渐的 就中国它一个古典舞 它古典舞训练的 它就逐渐朝这个方向发展 但是古典舞它很多吸收了 吸收了这个芭蕾的一些比较程序 现成的一些动作 本身它我们那个 因为中国民族民间舞 它是正式成为舞蹈训练 古典舞正式成为 成为一个训练的一个基础的话 它是从1954年开始 在中国的北京成立舞蹈学校 所以最早的时候 从那时候开始的 但是你的芭蕾 它是1614年就正式开始 所以整个差别几百年 就不一样 所以而且现在就国际上 各种比赛 它都是以芭蕾为主 你其他的现代舞业型 都可以的 但是它系统性都不够 它还是系统 它还是以芭蕾为主 所以芭蕾为什么会受到那么多的 或者吹捧也好 受到那么多关注也好 它还是它的一个 它本身的一个好处 它一个系统性 要比较容易为大家所接收 然后又有很多 几百年下来 又有那么多优秀的作品 所以我在 我们在训练当中 我都会把这些 就是在平时讲课的时候 讲课上课的时候 我都会到应用进去 这样我们再就是说 还有一个就是很多 年龄大的容易受伤 那么这个是因为 我自己受过伤 我就知道 怎么来避免受伤 所以我在上课的时候 都是循序渐进 万一有一个同学说 我这边不行了 我就会问 你怎么哪边痛 怎么痛告诉我 然后我告诉你怎么来避免 都会有这样的 这样的就是 大家来说 受伤的情况很少 然后进步很大 所以我是concentrate 就是这样 避免我们成年人受伤 因为成年人一受伤 你很难好 很难恢复 所以这个是一定要避免 有些我们有些 在外面教的 有些教广场舞的 我看过 那他太不注意了 就很难 很容易把我们那个弄 就是说跳坏了 刚才这个石老师说 说这个成人芭蕾 其实是没有太什么局限的 而且我反而觉得是 到了一定年龄 反而是其他运动 有很多的局限 其实很多人都建议 其实过了50以后 爬山就要注意了 就很陡的 他对膝盖的伤 就比较大一点 其实反而 这个芭蕾 因为它很柔 是拉筋的这种运动 反而是可以延伸你的 如果你把它当成一个运动的话 反而它可以延伸你的 这个运动生涯 因为好多其他的运动项目 你几乎是 不太建议做了 到了一定年龄 你再打羽毛球 可能就会 这个伤害比较大 然后刚才石老师也 也谈到 其实健康反而是 富产品 特别是 其实自从我跳了芭蕾以后 说实话 我基本没怎么去看过医生 我自己的感触 就是我们去看医生的时候 可能 多少钱你都得花 是吧 但是人还挺辛苦的 那么但是我们学习芭蕾是一种 你从享受当中 然后你一直都是心情也是愉快的 其实我觉得 评问的问题都非常好 因为我们很多的朋友 可能会有同样的问题 所以我们再看看 评替大家问 有什么样的疑问 我讲到芭蕾舞 就想到天鹅佛 真的在舞台上面 偏偏其舞 每一只天鹅都是这么样的漂亮 我也很期望有一天我也能成为那漂亮的天鹅之一 所以非常鼓励大家一起来学成人芭蕾 我想就是要有勇气跨出第一步 我想就不困难了 那也请石老师 你跟我们听众朋友来介绍一下您的课程 还有在哪里上课 如果我们当中的真的很有兴趣要来学的 向您学习的要怎么样来联系呢 好的 谢谢大家 那个谢谢刘萍 我的课 我们现在因为我很多学生都是在 很多学生 有一大概有一半学生是在美东地区的 所以呢 现在很多那个都开实体课了 就到教室里去来上实体课 但对我来说呢不太现实 因为我大概有一半的学生都在美国东部 所以我现在主要是开网课 开网课这样呢 就是大家 就是我一开网课以后 我们有美东学生 然后美国南部的学生 还有本地的学生 他们而且地方也是 你只要地方家里有一个四尺层四尺的地方 你的把干就可以上了 如果你在像学中间的话 当然你的客厅里把那个沙发往边上搬一搬 你就可以学了 所以这个其实这个条件要求是比较低的 有一个把干 有一双软底鞋 你就可以学了 我们那个也不上竹尖鞋 因为竹尖对我们那个成年人来说 他还是有一个很多特殊的要求 我现在是在有一个在教 教那个成年人竹尖舞 但是这个呢需要一定的条件 这个不是每个人都可以达到 所以我是比较正确的 比较严格 因为怕受伤 所以这个是一个 但是呢 作为一个普通的芭蕾来说呢 他就没有这种要求 你只要是能活动 你都可以来上的 网课呢是这样 你们可以就是先记住我的那个电话 917-601-3620 另外还有个电话是415-261-2704 只要记住这两个电话 你们把那个电话来告诉我 我就会回答 我要把一些资料可以发给你 非常非常感谢大家 那如果我真的是 如果你们来学习 绝对不会让你失望 我的学生当中 大概有80%以上 都是从零开始的 而且很多人年龄 都是从60岁以后开始的 我最大的年龄的学生是跟我一样 今年76岁 还比我大一岁 大一点76岁 那如果有些学员想 想说在上课之前 想了解一下的话 也可以找我 我的电话是408-338-7556 然后呢 我也可以至少给你介绍一下心得 然后刚才提到网课 其实可能有些人觉得 又怎么芭蕾还可以上网课 其实上课以后呢 我自己感受 你不要觉得网课呢 老师看不到你 其实我发现 这石老师的眼睛 他非常火眼金睛 因为我们体会 有时候呢 可能在把杆上 就觉得 哎呀老师那么多学生 他一个屏幕能看得过来吗 可能没注意我吧 那有时候会开小叉你知道吗 就说 你就发现 就你开小叉的时候 然后就被老师点名了 然后 就我们就觉得说 特别的amazing 就老师居然在看你啊 而且呢 就是石老师 他居然能透过这个屏幕 他能看到你的问题在哪儿 然后就说 有时候呢 我们看到的是表象 比如转圈 我怎么老转不好 然后老师他们知道说 实际上你是哪个哪个动作 你调 他指点一下 马上就做的就好了 所以说这个网课呢 就是基本上 就是我认为 没有影响我的学习 反而是比较方便 因为你省去了开车 你开半个小时 然后你再回来 开半个小时 就两小时没了 反而觉得还比较方便 就是效率比较高 所以看起来 这个芭蕾 不只是艺术家的梦想 也可以成为每一个人的梦想 所以非常鼓励大家 如果对芭蕾有兴趣的呢 可以跟石老师来联系 那盼望我们每一个人呢 都能够借着芭蕾舞的学习呢 能够舞出我们人生的精彩 也让我们能够带出健康 和更加的充满生活中的喜乐 像石老师一样 非常谢谢石老师 你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 谢谢您的分享 来明白他的一生 为着这个舞蹈的热忱所驱动呢 能够一生为补而活 也为着这个舞蹈呢 带出生命的活动力 谢谢 好 谢谢大家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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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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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